我相信塑料技行业一直是一个基础的行业 而且在整个的行业领域内部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一直在成长的 尤其是目前的材料技术越来越发达 我觉得塑胶这个行业包括塑料机械是没有办法被取得 而且是一定会觉得材料技术进步一再成长 我们要更进这个时代的脉搏 尤其是在配合我们的厂商把我们的设备用到最佳的性能 其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今年在美国有一个新的代理商 就是玩家公司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透过比较优质的这个供应商代理商 要开始来开拓北美这个市场 那另外就是说在中南美这个这一块的话 我们那边也有一个比较新的规划 它暂时不能透露 可能也是针对那个市场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广 那在中国这边的话 我们一直是往中国的中西部在做开发 像我们今年就是往安徽 所以往武汉陕西重庆这一带 我们也有新的代理商 新的服务团队会跟上 去开始开拓这一线的一个市场 因为沿海确实竞争比较激烈 那中国的中西部的话 它的政策也是往这边引导 那边的话不管是汽车啊家电啊 或是大型的双大型的机器都是很有市场 所以在中国会往这边继续推进 我们目前的计划大概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谈的 那公司一直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工作 那以研发然后扎实我们自己的技术 那把每一项产品都能够做到各个行业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 饮料也好 食用油也好 日化也好 那那些管口的 那在各个行业里面 都能够做出各个行业 特有需求的这个PET的催瓶机 来满足这个各行业的朋友 那同时在这个各个行业当中保持领先 那才能够在各个行业 一直获取不断的好的成绩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来看 台湾的工厂 那大部分做的机器 有95%是外销出去的 它服务的面向是全球的客人 那原来福建的工厂 是大概80%做中国市场的客人 那等于是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生产的机器 其实我们只有20%的机器是外销的 那福建 我们也提起了台湾的机器的品质 质量以及技术 那在很多的这个市场 还是很需要这样 这样一个生产设备的 但是呢 我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 以及生产的空间 那没有办法满足客人 所以我们才投入新的 这个加新的工厂 那这个新的加新的工厂 未来的面向 那可能就会是60%到70%做外贸 那只留下40%的能力 那在服务这个中国国内的客人 在三年前有投资这个 这个印度厂 因为我们认为印度它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它这个在塑胶行业 会结起的非常快速 所以我们 在三年前就进入印度 然后设立了印度厂 那进入这三年里面 我们感觉印度真的是一个成长蛮快的一个 生产制造还有服务的这个能力 然后这个布局是针对整个压大 对印度信力的投资 所以我们跟印度政府申请了一块土地 然后我们准备在印度盖自有的厂房 然后扩大我们在整个印度的这个 生产制造还有服务的这个能力 然后这个布局是针对整个印度市场这一块的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态度是一样啦 那对只能说把人员训练的更好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新产品会推出来嘛 就是更有竞争优势的一个产品 或者更多功能多元化的一个产品 在推动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